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下午好 新加坡时间2025年11月5日 周三下午的5点整 这里是加密尔阿法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参与一下ZK赛道三剑客之一的 Breverse第二阶段的任务 那么到第二阶段目前来说的话 一共是一个任务 仔细研究一下 适合低保策略的话应该是358 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从358来切入 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然后需要关注到他们官方的推特 以及加入到对应的DC伺服器当中 首先关注官方的推特 在这里呢要去进行一下授权连接 它这里给到的权限是非常非常多的 请务必要再三确认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关注 或者是取消关注他人 光这一个权限的话就已经非常高了 就是我们一旦可能进行授权之后呢 会对我们推特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这里呢 它是自动会帮你关注的 都不需要你进行操作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加入到 他们DC的伺服器当中 我们这边也是同样连接好自己的 Discord的账户 然后这里呢我们进行一下授权 随后呢继续点击到 加入到他们伺服器当中 那这里呢我们点击接受邀请 然后需要在当前伺服器当中完成人机认证 就成功的进入到他们这个群组才视为完成 所以呢要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我们这边进行一下提交 等一下呢我们会教一下大家就是如何在推特绑 就结绑我们刚刚就是关联的这个Bereverse 因为它给到权限非常多 如果一旦就是操作不剩的话 很有可能会分掉我们的推特账号 这个其实得不偿失 然后我们这边先进行一下合影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成功进入了 返回到这边 如果这边没有显示的话 我们尝试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能否相应成功 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成功加入了 既然加入到他们社群当中呢 尽量多互动多去聊聊天 也许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身份角色 那么我们都知道 因为其实现在都是嘴撸的时代 在Discord有一个很好的身份的话 可能在日后会涨到一个比较好的空头比重 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分发给社区成员的 很有可能就是作为那个社区成员 所以要签码的话可以获得50的积分啊 那感谢你对加密阿法的支持 那即便你不输也没有关系 直接点scape 但是我觉得50分白拿 不拿白不拿 对吧 简单为大家拆解一下任务啊 首先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一阶段任务就是点赞 并引用Brivers的有关帖子 可以获得到火花点的意思就积分了 那包括每天的签到也可以获得积分 以及是连续完成签到也可以获得积分 那这里呢是因为翻译成中文的问题 所以它会显示客户单出现问题 好这边每天可以获得10的分数 这是第一阶段啊 那么第二阶段的任务的话 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要说的是 在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第一宝测的话 就是要做358这三个任务 其他的任务的话不是说不能做 因为它会显示灰色的按钮 就是说没有资格 2671011是追溯任务 没有资格啊 所以149的话三个任务门槛比较高 那我们举第一个为例子好了 开手平台当中 你要进入他们的榜单 才能够得到这个分数 那我们都知道 开手作为嘴鹿平台的话 你本身没有粉丝基础 是很难做到进入排行榜的 那这些属于是那些KOL的任务 那对我们散户来说是极其不友好的 另外提醒一下各位观众 今天涉及到任务的话 是有成本的 它并不是免费的 所以呢你要自己衡量一下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会统计一下做完358这三项任务的话 大概会磨损多少钱 那根据我在推特上看到的 应该是不会超过5U左右 那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 首先我们从第三个开始 我就直接开始了 我也不废话 然后各位观众来跟着我的步骤来就好 在这里呢 我们涉及到是低保测 也就是你只要金额是大于零 然后小于一百的就可以拿到一千的分数 更高的分数我们不建议 因为意味着更高的分数 你就要投入更多的钱 它这里呢 还是要去锁定USUALX 那这个代币的话 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增进版本去兑换的 我强烈不建议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 然后来到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首先是在这里 然后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连接完成钱包之后呢 我们去选择进行到一个对应的swap 然后其实点击下面这个板块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需要我们ETH主网当中 要有gas 然后要有那个平台的平台的币种 那USDC或者USDT都可以 那这里呢 我是充值了10U的USDT 然后这里呢 我们进行一下输入 那我们也不建议给太多 因为它只需要大于零的金额就可以 我们就尝试给一 然后这里呢 因为它加载很慢了 所以呢 要稍微等待一下 然后我们切换一下网络 然后在付款的时候呢 一定要再三确认 就说这里的数额对不对的上 然后这里是不是ETH的主网 然后我们这边确认一下 那由于ETH贵付链 它本身的gas就比较贵了 所以大家那个斟酌一下 然后我们再次确认 等待这个交易的完成 对换的币种是USUALX 因为最重要提到的锁畅 锁畅的话也在swap的这个lock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等待它完成 然后这里显示成功了 对吧 我们就来到锁定的这个 然后将当前这里持有的币啦 锁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十二个月 应该是没有什么要求啊 它只需要锁定就好了 那我们这边就选择一个月 然后这里呢 去进行到一个确认 然后点击锁定 它这里其实是相当于 就是花自己的USDT 然后来买它的这一个积分了 我可以这样理解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然后需要等待它响应 这个时候呢 去验证任务的话 应该是失败的啊 它这里还没有显示成功 这里显示成功了 这里的积分 那我们表述是有误的啊 就是说它需要 等待每周二奖励更新的时候呢 就可以领取 领取的时候呢 对应Spark Points 积分也会随之更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边不是去 进行到锁定了嘛 对吧 然后呢 它在后方会出现一个Claim Rewards 当这里有数额显示 我们进行收集的时候呢 对应的分数才会给到我们 那你要问我等多长时间呢 应该是下周二吧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这里 然后这里在什么板块 在end的板块啊 这里 在这里点击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里是第三项任务 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五项 第五项任务的话 是持有对应的YT就好 它是每日进行更新啊 所以呢 Spark Points 积分的话也会随之更新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要花到自己的真金白银啊 我能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完成到对应的YT 购买之后呢 第二天拿到这个分数奖 就尝试把它卖出 可不可以 那我是这样想的 但具体操作的话 要等到明天 我先这样去做 然后各位观众 先看着我怎么操作就好 首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那我这里 点击了Green 连接好我们的OKX 然后这里呢 我们去尝试买一点YT 然后我们选择持有的USDT 因为它这里的金额啊 我其实有注意到 它这里金额 只要是大于零的话 都有这个奖励的 都可以拿到地宝的1000的分数 那刚刚这一个的话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然后呢选择USDT 我们就我们就不要输入太多 就1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购买YTCUSDO 然后等待它的响应啊 同样的它也要花费到 ETH主网的那个GAS 然后我们需要等待 这一笔交易的完成 好的 这边的话 我们就已经持有了 对应的YT了 然后如果你 就如果你心里没底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尝试 就是看一下 自己的Balance余额 那我这里还没有显示出来 我知道这里为什么不显示了 是因为我刚刚第一步完成的话是授权 我还没有进行到swap 所以呢在这里再次输入E 然后呢对应的进行下swap 钱包呢确认一下这笔信息 需要跟你那个备注一下的是 我们当前去做兑换的时候呢 它的网络费用是一刀左右 你一定要去核实一下 是现在网络费用是1.63刀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gas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通过gas node来进行监控 那目前我觉得是比较低的 因为甚至出现毒色的时候呢 它的网络费用可以高达10 或者是100 现在1.64的话完全能够接受 那么我们就去进行一下授权 然后购买对吧 然后这里的话我就已经有了 对应的那个YTC USDO 然后166个 购买完成之后呢 这不是完结 我们还需要有一部在OpenEdge的官网 存入到我们的YT 因为它最终核验的话 就是通过OpenEdge的应用程序 对 然后在这里呢 也是一样的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OKX 然后进行一下授权连接 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余额已经显示出来166.58 然后我们这边呢去进行到一个 Deposit 然后这边呢我们也是先去进行一下授权 然后这边呢我们也是先去进行一下授权 视为这个任务的完成 然后这边网络比较卡顿 我们就把这个环节跳过吧 等一下直接给大家录制成功的页面 如何判断自己成功了没有 在这里呢点击到Withdraw 显示到数额就代表我们已经存入到OpenEdge的成功了 然后等待这个分数的更新即可 然后我们再来到第八项任务 它是在这里 然后领取到对应的奖励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步骤的话 好像是没有金额要求 但是它的池子的话 将在11月6日的下午4点关闭 倒计是两天啊 所以呢这个要优先去做掉 那它需要提前将钱包了 切换到BS1点 然后准备BNB WBNB和SARISBNB 操作步骤的话 也非常简单 点击查看奖励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下 然后呢选择到EARN的板块 它会出现很多个流动词 我们选择到BNB链 然后在这里呢点击添加流动性 可以选择到点击这个对应的网页 然后在这里它会显示SRI SBNB以及是WBNB 那我们这两个币种没有 怎么办呢 很简单 选择到Trade 然后点击到Swap 在这里呢 将我们持有的BNB兑兑换成为 它是什么要求 WBNB 然后这里我们兑换一点点 第一步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我们尝试兑换0.001的BNB 大概也是EU左右 然后我们这边进行到一个Swap 然后它这里的BNB链上的Gas 损耗比较低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基本上就零损好 然后再去兑换一点SRIS 然后在这里一定要再三注意 你去再进行兑换的时候呢 一定要再三确认它这个是不是对应同一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标和这一个 然后呢再去对 然后再去这个流动性池当中看一下 它是不是对应的起来的 别等一下你兑换错误了 然后没有办法进行添加 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然后这里呢我们确认好 然后去兑换一下 那这边的话交易也已经成功了 我们来到这里点击添加流动性 然后呢连接好自己的钱包 稍等一下 这里呢我是点击到连接Sorona网络 所以它显示那个没有办法连接 好那这边的话就已经显示到具体的数额了 我们只需要选择到max 然后呢这里的数额不可以超过我们的Balance 然后这里呢要可能要进行一下修改 那我们这边要做的话就是先进行到SLS BNB的授权 然后再进行WBNB的授权 最终呢再进行添加流动性 然后再试WBNB的 这里的授权啊不要选择无限授权 因为这个风险很高 如果你的账户一旦被别人盗了 你的无限授权就有可能成为别人就疏通他资金的来源 所以呢千万不要选择无限授权 哪怕你说多付一点GAS没有关系 然后这里呢我们添加流动性 然后这边的话就应该是 整一个流程了 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 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 体验金的奖励 BN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 还可以安安把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 XT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 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反线比例20% 现货比例49%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 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 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100%利用起来 实现每天躺着赚钱 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EXP 这个EXP决定后面空投多少 并且不是一次性的 只要我们链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投 这里的空投的话 今天我们会设计到 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也不要忘记 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 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 同时呢新手祝福 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 一定要去完成 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 都将有空投挂钩 另外呢 SYP的版本 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他现在认证SYP的话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交易所注册 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 并完成交易所充值 注意不是我们 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 是交易所进行充值 就可以获得SYP的权限 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UID即可 认证的是XT交易所或者是OKX交易所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 再者是去购买XCOPY 这个XCOPY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投 发放给大家 我们在这里先说明 如果你想要成为众生会员的话 是需要使用绑定的SYP的钱包来进行支付 什么意思呢 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XCOPY以上即可 可以进行验证 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应当我们进入到 这样一个网页 清测过 0.056的SOUL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 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 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潜移的话 你也可以随时卖掉 这个XCOPY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 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 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SYP的功能 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SYP的专属信号群 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 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 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 止盈点 止损点位 具体仓位的大小 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 同样每一次开单 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 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 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 介意开单减少风险 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区谨慎